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洁明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沉重 请大家席耳恭听 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武汉和湖北封城所谓的防疫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重,这个封城,一提起封城 很多大陆的华人就会习惯成自然的想当然认为这个是应该的 这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以恶传恶的一种成见 像这么大规模的封城 全世界,就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 进入现代以来,全世界都没有过 西方国家只是在中世纪才有过这种野蛮的现象 这种野蛮的现象 这个习近平,中共习近平政权他现在大规模的封城 本身就反映了他上市的修措能力 他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怎么说呢 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 他的疫情失控本身就是人祸 就是由这个中共湖北当局拼命的乌盖子 亲王打摇造成了疫情失控 然后疫情失控震动了习近平之后 习近平完全又跳到另一个极端 拍老瓜决策 汉安下令对1100万人口的武汉进行封城 然后由昨天到昨天为止 对湖北16个城市 包括武汉这样的16个城市进行封城 等于说湖北整个省就封城了 这样做表面上看 好像他是为了是铁外阻止疫情传播 实际上完全大谬不然 完全大错 而且并不能起到这个遏制疫情 反而会起到加重疫情 甚至制造人道灾难的祸患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对武汉还有湖北大规模封城的做法 它是侵犯了人权的 因为无论是武汉还是湖北 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病人只是少数 数千万的人并没有感染冠状病毒 那么他们也被剥夺了这个人身自由 这就侵犯了他们的人权 即使对病患者 对病患者 你这样做也是剥夺了他们寻求医治的权利 现在武汉的医院医疗资源 人手都严重短缺了 医院收治不了 你也不准人家到别的地方去求治 你就剥夺了人获得医治的权利 这是剥夺人权 这是大规模的侵犯人权 有人说大规模的侵犯人权 这是迫不得已 因为紧急状态非这样做不能够遏制疫情 这完全是以恶传恶 第二我要说的第二就是 它不仅是严重侵犯人权 而且无助于遏制疫情 反而会大大的加重疫情 甚至会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 乃至社会危机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说 请看 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 它是一个系统 特别是大城市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你把它的离声令下 把这个城市 把这一块地区给封锁起来 交通停运 物资断流 必然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瘫痪 必然会重创这个经济 甚至把经济推向崩溃 必然会 必然会 必然会把这个当地的医疗资源 救护系统推向崩溃 这么一来 那么这么一来 就不仅仅是 就不仅仅是一个疫病的危机了 本来只是一个疫病的危机 你如果不封城的话 它只是一个疫病的危机 你一封城 把它 把它这个流通阻断了 把它经济给重创了 这就会造成 疫病危机 生存危机 经济危机 生存危机 乃至社会危机 同时爆发 这就是人为的把危机搞大了 人为的把灾难加重了 由于这个城市 它陷入不同程度的瘫痪当中 那么 这样一来 因为被封锁的城市 被封锁的地区 它陷入不同程度的瘫痪 这就回过头来 大大加剧了 救护人员 医护人员 工作的困难 大大降低了 他们 救死扶伤 防治疫情的效率 什么是恶性循环 这就是恶性循环 所以可见 这个封城 这种封城防疫的办法 是既邪恶 又愚蠢 不但不能够缓解疫情 反而会加重疫情 为什么会加重疫情呢 一个是你把它那个城市封锁起来 你把那个那块地区封锁起来 造成瘫痪 造成了这个经济的危机 流通的断绝 由此产生的生存的危机 会加重疫情 另外 因为被封锁的城市和地区 感染的人数只是少数人 在封锁之前 你这么一封 那么对这个数以千万计的 没有感染冠状病毒的人群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抛弃的态度 甚至是一种灭绝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数以千万计 数千万没有感染 武汉新冠状病毒的人群 跟感染病毒的患者捆绑在了一起 一方面是 感染的人数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是 武汉和湖北当地有限的医疗资源和医护人员 越来越短缺 你这样做等于就是放任数以千万计的人 感染病毒而病死 感染了医院受不了 新感染的患者医院受不了 只能是等死自我隔离而死 你强迫人家待在原地 不准寻求外面的医疗资源 这就是一种抛弃了甚至是灭绝的态度 这什么是地狱歧视 这就是地狱歧视 而且是极端的地狱歧视 一方面是外地的医疗资源 还有这个很大的潜力 还有很大的用场 另一方面你是用枪口逼着人家 武汉市和湖北的人不得出去 不得出去到外地寻求医疗资源 武汉湖北的医院不够了 死也要死在那里 剥夺了他们寻求医治的权利 这什么是灭绝 这就是灭绝的态度 所以这个以封堵防疫的方法 因为它会造成巨大的问题 会增加巨大的困难 所以除了中共国习近平政权采用之外 这个西方国家 甚至包括非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都没有都从来没有采用过 这种这种极端的野蛮封城的做法 甚至连胡锦涛温家宝非典时期 都没有采用过这种手法 因为它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它会把小问题搞不大 大问题搞爆 这个跟治水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跟治水是一样的道理 你一味封堵 如果洪水来了 你一味封堵 结果必然是泛滥成灾和溃滴 正确的做法 你必须加以疏导 怎么一个做法呢 就是 习近平当局本来完全可以做的就是 不采取封城的做法 而采取外地调运 医护人员 调运人手 到武汉进行排查 挨家挨户的进行排查 把这个疑似患者穿上防护服 以这种一条龙式的 这种隔离运输的方式 把它运出武汉之外 运到这个隔离式的这个 疫情的防治基地 进行隔离和治疗 这样的话 就不会造成城市的瘫痪 就不会增加新的危机 而且 也会 做到比较精准的 和及时的隔离患者 你这么一疯 出不来进不去 生意关门 流通瘫痪 经济危机 现在物价飞涨几十倍 你这个疫情 疫情还在这里面 而且加重 而且这个 连生存环境都崩溃了 你这叫什么防治危机 你这是把别人往十里踹 这是长春为称战 你这个是落井下石啊 你这不是防治这个文艺 你是落井下石啊 你是把人家 把人家这个千千万万千万的人 数以千万计的人 跟那些演变的人一起困死啊 你这哪里是救治和防治啊 所以习近平政权 他这么做 他会造成就巨大的人 他会埋下这个巨大的人道危机 和这个社会危机的隐患 他把他实际上 他现在把整个中国 在推向这个人道危机和社会危机 现在他现在正在继续 坚持这个错误 封城的手法 在全国范围内扩大 正在全国范围内扩大 除了武汉湖北之外 现在多地已经采取这个同样的封城的手法 所谓的上行下效 这种这么一来的 就把整个中国推向社会危机当中 那么到时候 严重短缺 生活必需品短缺 不仅治不了病 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活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出现大批的这个 逃难的人群 现在中共 他已经调集了 这个120万以上的 这个军队和武警 到武汉周边地区 到湖北 通湖北周边地区 进行布防 实行军管 一个是禁止离开封锁地 另外一个是随时准备军管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外逃浪潮 很有可能 他又会采取1989年开枪的方式 从而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 那么他这种 他这种迷信 习近平这种迷信 军队动摇的时候 就是军队 毕竟军队 他也是人 组成的 这些难民 他并不比这个 六四时期的那些民主抗争者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污蔑他们 是暴徒啊 一旦出现这个军队杀人杀的手语啊 或者是手在颤抖开不了枪的情况 那么很有可能就引发军队倒戈 所以习近平 他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威风八面 实际上对他自己 也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再有一个 就是习近平他这种 损人不利己 既邪恶又愚蠢 简单粗暴 一刀切的 大规模 超大规模 封城的做法 他加速了 中国共产党道德的破产 把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信誉 彻底推向破产 你比如说 这次武汉封城 湖北封城 就是赤裸裸的表现出 对这个武汉人湖北人的抛弃 歧视 甚至群体灭绝的态度 现在形势正在恶化 现在全国范围内 多地政府正在无差别的排查和抓捕 外逃求生的武汉人湖北人 一方面是野蛮的抓捕 人家犯了什么罪 人家只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 人家犯了什么罪 一方面在上行病狂 赤裸裸的实行这种地狱歧视 一方有难 八方封堵 把湖北通往这个 湖北周边的省份 都把跟湖北接近的 普通公路给挖断 甚至小路都挖断 形成这种一方有难 八方围堵 不是八方救援 八方围堵的态度 另一方面 中共当局高八度的唱高调 什么武汉加油啊 湖北挺住啊 武汉加油啊 满满的正能量啊 但问题是你把人家这个武汉人 湖北人的人权都给剥夺了 你剥夺了人家的一切 甚至连人家 人家求 求治 求医的这个权力都给剥夺了 你叫人家怎么加油 加油去死吗 所以很讽刺 他这种由中共当局带头煽动的这种地狱歧视 还有对这个武汉同胞 湖北同胞 无差别的这种镇压 风度 冷漠的这种态度啊 他就会大大的加剧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和人心冷漠啊 当然他科学上他也会去刺激这个湖北人 湖北人特别是会刺激这个国内民众 尤其是湖北人武汉人觉醒 从此彻底不会再相信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啊 所以在此 在此这个危难关头 我呼吁了 我呼吁武汉人 湖北人 我呼吁这个中国反对派阵营的 要坚决反对地狱歧视 坚决表示出 对湖北人对武汉人的关怀 积极出谋划策 我个人在此呼吁湖北人武汉人的 以不合作的抗争方式求生 反对封城 抗争求生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